悬疑问答 生活中的问题 烦恼 奇怪的梦境 风水 均可在此得到回答 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今天是2020年7月3日 星期五 农历是5月13日 今天是我们前来菩萨的生日 也是感恩菩萨对我们一致的护士 好 今天呢 下面开始解答 听说没有问题 喂 喂 喂师傅 师傅打通了 师傅 我问几个问题 师傅 讲吧 讲吧 喂师傅 我问第一个问题 师傅 你讲吧 从修社国财的时候 他因为不懂啊 就在菩萨像的前面和背面 弄了好多的朱砂 现在擦掉了 但是菩萨像背面 还有些红印子擦不干净 请问 这尊被点过朱砂的菩萨像 还能用吗 你说 你说什么东西擦不干净啊 他就是把那个菩萨像呀 点了好多的朱砂 朱砂 对 哎呦 那不行啊 好吧 那他那个 就不能用了 是吧 师傅 是啊 哦 他之前呀 还在香炉里面 埋了一个红包 里面呀 包着 就是硬币和一些纸币 他也给取出来了 请问这个香炉能用吗 可以 香炉可以 好 第二个问题 从修把自己的私房钱和银行卡 放在佛堂的柜子里头保存 会影响佛台的气场吗 最好不要放在佛台下面 你可以放在佛堂的后面呢 休息室 你不要把自己的那些钱放在佛堂里呀 不好的呀 好的好的 第三个问题是 同修最近由于一些原因呀 需要入住酒店14天 和他一起的还有三个不到4岁的孩子 那在酒店这段期间呢 同修会设小佛台 因为师父之前开示过 酒店的房间气场不好 最好要不要念心经和网声咒 也不能烧小房子 同修请问 如果上小佛堂的话 能否每天按照正常时间念经 是否可以在酒店烧小房子 可以的 正常的情况下 念经就可以了 一般的 一般的没什么问题的 因为 佛在心中就可以 好 下一个问题师父 同修 帮一个重症病人和一个孕妇待放生 他请问 重症病人的业障 会不会影响到那个孕妇呢 会总是有一点的 会有一点的 但是不会飞业飞得很厉害 比方说 你100% 好的 下一个师父 黄色的小房间 上面印有红色的莲花和红色的佛字 师父之前说用来擦佛像是可以的 请问擦佛具行吗 不行 擦佛像跟擦佛具要分开 好的师父 同修先生刚过世 在准备墓碑呢 墓碑的样本上写着 教男女其孙等 力 他写的只是这几个字 但是没有写具体名字 目前同修的孩子还没有结婚 他也没有子孙 墓碑的老板呢 说现在可以提早写上去 将来有了子孙子媳 就不用再补写了 他请问师父这几个字 是否适合提早写上去 哪几个字啊 校男女孙媳 最好嘛 其实最好这种都不要写 但是如果家里人有压力 他顶不过这个压力 你就让他写 好的 下一个师父 师父开示过 蒸饮天生发贝亚 是用来还平债的 问如果随着修心念经 读白话佛法之后 蒸饮比之前庄严有力 是不是就说明还平债 还得差不多了 应该是的 如果这个人 以后慢慢的讲话 不是那么嗲了 而且呢 好像不是让人家 听到这种女孩子 好像感觉到 好像不庄严 其实他就已经还债 还得很多了 就像一个女孩子 没结婚之前 他两三次婚姻的 这种压力之后 他到了晚年 他一定会很稳重的 他绝对不会这么再假了 听得懂吗 好的 师父 从修说 在佛柴墙的正辈面 家人有时候在这里用养生壶煮水 请问会有影响吗 还有 就是水壶煮水啊 佛柴正后面 是不是除了气场 特别不好的东西 一般都是可以放的 应该就可以的 没关系的 这个没关系的 好的 下一个师父 如果梦到张三这个名字 但现实中又不存在这个名字 请问念小房的净赠处 是写张三还是写药金者 药金者比较好 因为谁药金要得急 他就写谁 听得懂吗 好的 下一个 有同修今早梦到 意念中是和他们一起 学白话佛法 但他念诵到一个名字时 那个同修就教他如何念这个名字 然后他就醒了 同修醒了以后 还清楚地记住这个名字 他请问 这是他的药金者 还是同修的药金者 对不起 你再讲一遍 师父 这个问题 我也没看明白 我问下一个吧 下一个是 没整理过 他直接给我了 梦见一位女师兄 跟我要内裤穿 我说 你长得又高又大 我的内裤 你怎么能穿上呢 说着话 我就给他 从我的内裤 一条一条地找 找到一条 比较合适的 我就用手 拉了拉松紧带 一下子又拉坏了 也就这么给他了 他后来也穿上了 感觉还挺合适的 他请问师父 这是谁有问题 这就是 这两个人 全是有夫妻缘的 只是那种人间的感情 所以要叫他就意 这两个人 接触要当心 好的 下一个师父 还是没整理过的 我和师兄A 谈到他的先生 先生福报很大 但是不觉佛念经 这些年 师兄A 一直默默地 给他先生念经经 同一天 我在放生群里 报名放下 余一百只 第二天早上 我梦到师兄A 说家里 甲鱼有很多 卖给我一只 四十元钱 梦中 甲鱼是黄色的 非常清晰 梦中 我没有现金刷卡 师兄的意思是 刷卡他办不了 之后 梦也就不了了之了 请问 梦里出现的 黄色条纹的甲鱼 是什么意思 前段时间 佛子天地游 有提到那种 变异的甲鱼 与我报名放生 甲鱼有关系呢 还是和A师兄有关系 一般是放生的人有关系 这个放生的人 如果他经常放生的话 如果梦见这种黄色的 有现的甲鱼的话 说明他严寿了 好的 最后一个梦 师傅 重新梦到有一件 很漂亮的礼服裙子 但是呢 是只做的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今天 他说做梦的 那个连衣裙是吧 还是婚礼婚纱 就是去参加宴会的裙子 不是婚纱 就很漂亮的一件衣服 摸着料子 也像是布的 但是心里知道 那是只做的 那当心 他有一个谎言 被人家踩穿了 好的师傅 师傅今天声音特别小 我几乎就是 听不到您的声音 把耳朵贴到电话上说的 祝师傅在澳洲 一切平安顺利 师傅那个 观音堂的师兄们 还有澳洲师兄们 都一切平安顺利 感恩师傅 谢谢 师傅再见 喂你好 喂师傅 你好 师傅你好 一直给师傅请安 谢谢 师傅 然后我 我上次 我上次那个小腿上 虫子咬 做梦 梦到小腿上 虫子咬 第二个梦是 有五个僵尸 来拉我 哎哟 然后第三个 有一个很大的动物 来拉我 哎哟 第三个梦 都不好 然后我很羞毛师傅 哎哟 你现在 现在要念小房子了 我在念 我许了五百张 然后五百条鱼 去菩萨 帮我分配 小房子给药金 可以的呀 菩萨会帮你的呀 你现在最主要问题 这是你的节 肯定有节 他提早提醒你的 哦 嗯 我这个是犯太岁 今年 犯太岁嘛 就是你这个节呀 比较大呀 他们已经来了呀 来了嘛就是要你平时 早一点就开始念的呀 所以不能太晚呀 我在念的 然后给儿子许了很多 哦 给儿子许了很多 哎哟 那你 去年 儿子那个有一个字 肺 骨头有骨癌 那个 może出来 然后给儿子 许了很多 哎哟 那是有缺 然后我开心的时候 有一个 一 feas 握出来两个字 那你要当心了 你的肺 一定要当心了 你现在wd 我去检查了 有两个节节 你 要记住了 你这个节节的话 你不好好修掉的话 它就有可能转换 所以你现在第一赶紧要吃药 第二呢你自己赶紧要许大院 你吃全素了没有啊 吃了全素了是吧 对 那你就赶紧赶紧再许个其他大院吧 你说我这个节如果能够过 我就会渡多少人了 或者就是说我会让多少人能够知道 叫他们学佛啦或者怎么样 听得懂吗 做众生啊 我这个人之后比较愚痴 太愚痴了 这个笨的要命 那你不做众生 你就给自己许愿呀 我在为做功德 为帮助别人 我做一千件好事 就是做一千件功德去帮助别人 比方说 比方说到观音堂去 跪在地板上插地板啦 插拜电啦 用这种功德来抵消你的罪孽 都可以的呀 我们这边有观音堂吗 你自己家里呀 你家里设个佛台 那不叫观音堂 师父我家里还没有设佛台 怕老公那个不同意 所以这就是你 这就是你生肺癌的那个缘分 还成熟 所以你这个学博的人一定要 一定要有佛台呀 没有佛台怎么办呢 你告诉我 所以我很心急呀 家里 师父 家里我有一个很大的照片 然后还有那个皮修有两个 还有三个鸡 还有铁的小鸡 那你这种都要拿掉的呀 这个是那个什么菩萨 那这边是那个通灵人 应该是通灵人弄的 哎呀你别搞呀 这个哎呀 师父这个拿掉要怎么拿 是七变七变七变吗 每一样七变七变七变 还是什么 对呀你们 你们那里有没有同修啊 你找个同修啊 问呀 稍微修得好一点的同修 或者你打电话到东方代来问呀 哦 明白吗 我知道了 那个拿下来要不要小房子啊 拿下来要小房子的 至少二十一张啊 每样二十一张啊 你至少二十一张 就是把二十一张小房子放上去 就可以了 总的二十一张还是每一 你能够多念就多念一点 你记住我一句话 你说哪有一个菩萨叫你去拜鸡的 所以只有这种 只有这种通明人啊 他们搞不清楚的 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 在这个空间里边 在哪位空间 他们都搞不清楚的 听得懂吗 老妈妈 知道了 不要乱来呀 知道了 有师父在吗 多问问师父也好啊 打不进电话吗 打东方台秘书处呀 总比外面乱听好啊 这个是以前弄的 所以以后不要弄了呀 不要弄了 不要弄了 我刚才打不通师父 电话真急死了 你现在赶紧要把它拿掉 拿掉之后念二十一张小房子 全部拿掉 念二十一张小房子 总的 总的家里的药精子 对对对 然后我那个要怎么许愿 大愿 你许大愿就是 你不能度人们 你说我要多做善事啊 我要多做善事啊 多做善事 你反正自己看吧 对不对呀 你天天要拜佛念经啊 念经也叫愿力啊 你要念多少遍经 听得懂吗 多少遍经 我天天念的 每天我只睡五个左右小时的 对啊 那就好了 你否则的话 说不定早就癌症了 现在菩萨在保佑你 所以你自己更要好好念 没有菩萨保佑吗 很多人早就走掉了 嗯 我知道的 菩萨肯定保佑我了 好嘛 不要急呀 不要急 那我 师父 我放这五百条 够不够 鱼啊 我现在放了三四十条 就 没关系的 五百条 只要有愿 只要有愿力就可以了 只要有愿力就可以了 有愿力 一个人 菩萨不会说因为你放多放少 菩萨只要看你的心 你有心 去救人 救众生 都是好事情 那么菩萨只要是看你 在心里面是不是有慈悲 那么这样能救你 否则你心里没慈悲 怎么救你啊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师父 今天不能看图层 你想 你现在什么问题问我 我可以帮你讲 我就是这个小孩 上次身体里有孩子不知道 念掉了没有 上次打师父电话 图层说的 上次啊 你念了多少张小房子了 二十一张也有 然后四十多张也有 上次打电话的时候 还叫你念多少张 好像是 六十多张 忘记了 如果你没有做梦 做到孩子的话 应该就走了 没有做 没有做到过 那么就走了呀 念掉了呀 哦 念掉了 可以了 好吗 然后 然后我 我儿子 没关系的吧 你记住了 你记住了 任何人不信佛 没普桑保佑 你现在在这个世界当中 很多天灾 很麻烦的 所以 希望你孩子 一定要念经修心 单单靠你救他 很难救 一定要 让他自己相信 我问你 你儿子肚子饿 你说妈妈替你吃饭 他会饱吗 他就住校的 回家里来做功课的 然后心里也念小房子 心里也念小房子 心中有佛就好了 好吧 嗯 好了 那我就这么念 师父 就这么念的 你不要着急 你今天跟师父打了 通了电话了 你应该有加持的 你一定要坚持 谢谢师父 不要去 不要去闹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要加紧 加紧念经 年轻的时候 脾气太坏 年轻的时候 嘴巴太坏 你好好忏悔啊 知道了 知道了 好好忏悔 菩萨 菩萨专门救好人的 记住 你自己要菩萨救的时候 你要想一想 你是不是好人 菩萨是救好人的 听得懂吗 我会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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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我会赶的 好的 师父加持 我谢谢师父 师父的功力太好了 师父 谢谢师父 好 我自己的乐章 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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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保重身体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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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你好 师父好 你好 师父 师父 请讲 师父 听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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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弟子给师父请啊 我们各别让各自背 不让师父背 请问师父 如果被人嫉妒 服了对方心量小 是不是也是自己业障导致的 对的 业障有了 然后呢 碰到自己的气量又小 那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听得懂吗 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就气量小了 然后呢 又造业 造业之后呢 又去气量小 就这么搞来搞去 搞到后来就出事情了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嗯 好的 但师父 如果目前亡人死了 是一定是亡人要投胎了吗 有没有特例 基本上嘛 60%吧 到70% 有特例 有的呀 亡人死的话 还有一个特例 总不是太好啊 不是 不是投畜生啊 或者到 到地府去了 比较好的 比较好的就是在地府等呀 哦 还在地府等待 等待呀 没办法 嗯嗯 那如果梦见过亡人投胎 后来又梦到了亡人 那这种情况下是必须要碾小房子吗 还是随缘 要 必须要碾 必须要碾 为什么杀死一只旁下的业障 这么大呢 是跟当时的心态有关用吗 不是 因为它是真死的 活活真死的 它在这个真死的当中 它的这种恶气 它可以 这种形成一种恶气 它可以 可以让你 背上很大的业障 你举个简单例子 你把一个人活活的烧死 和一个人 你把它 比方说 突然之间撞死 你说哪个业障更多啊 你告诉我呀 那个 真死 就是死得比较痛苦 对啊 你把它烧死掉了 还有一种 就是人家剃车一撞 蹦死掉了 你说哪一种啊 当然了 螃蟹是活活的 把它争死掉的 开玩笑 对对对 对 明白了 嗯 好的 那那个 还有那个 同样那个627号的 童童中 您说一个佛友的灵魂 被拉下去了 请问除了杀生 邪淫还有什么情况会导致灵魂被拉下去惩罚呢 一般的灵魂被拉下去惩罚的话 就是说你长期的作恶 长期的业障 地府已经挂号了 当年 你是属于坏人了 所以经常第一 把你的灵魂拉下去 让你做噩梦 在下面受惩罚 听懂了吧 这是一个 明白明白 第二个 第二个 你长期的作恶 已经形成一个大业障快乐 所以 你在下面挂号了 所以你经常 浑身会伤痛 浑身会难受 身体 有时候痛得来 生不如死一样 这个实际上 你的灵魂 已经在地狱受苦了 明白了吗 明白 那灵魂被惩罚的人 他一定会有梦境提示吗 灵魂被什么惩罚 对不起 这就被拉下去惩罚的人 他一定会有梦境提示吗 就会做梦吗 会啊 痛苦啊 而且现实当中 阳间的现实 一个是做梦 还有一个就是 身上浑身疼痛呀 早上浑身疼痛呀 OK 那那个 这个惩罚的话 有期限吗 比如说多少时间之内 这个惩罚是吧 像这种惩罚的话 有期限的 比方说你好了 你开始念经了 他就慢慢不痛了 这就是跟人现实当中一样的呀 你突然认识身体好了 那么说明你的惩罚已经过了呀 你念经了 做好人了 不就是好了吗 对不对呀 嗯嗯 对 对 是的 你白天像这种 需要多少礼佛忏悔呢 如果就是 自己浑身不舒服 感觉可能被拉下去了 需要多少礼佛忏悔 你要是肚子饿的话 你要吃多少饭 才能饱呢 一直吃 对呀 你吃到饱为止呀 小姐呀 是是 明白 那就一直唱 对不起 对不起 感恩师傅 那个有一个师兄的问题 他说之前听过一句话 但不确定 是不是师傅讲的 说人倒是在欲解 请问这句话对吗 欲解和欲解天 是一样的意思吗 人 我问你 三善道里边 人 人是一半在天上 一半在人道的呀 我问你们 为什么人家说有时候我在人间像在天上一样 叫人间天堂啊 你开心的时候是不是在天上了 你痛苦的时候是不是在下面了 对 好了 是不是在欲解天了 一样的呀 欲望呀 欲望 这个趋势是你做了很多 中欲的事情 你虽然在做那些事情的时候 你觉得像在天上呀 很开心 实际上你已经在做孽了呀 听得懂不了 消福报 消福报 所以这里的欲解 就是指的是说有欲望 那种才算明实是欲望的这个法界 也不一定是指的 就是包括了这个欲解天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完全 如果你今天在人间 你做的都是天上的菩萨的事情 你说你是灵魂是不是在天上啊 对对对 好了 嗯 明白了 好的感恩师父 此得开始 有一个同学的梦境 就梦到另一位佛友跟他说 说我们记录这个白化佛法的笔记本 相当于出家人行起的波 然后呢 他就看到一个场景 就是在那个佛陀时代 有那种穿黄色僧衣的僧人 拖着波赤脚走在路上 请问师父这是真的吗 是的 这是真的 白化佛法相当于波 就是说智慧啊 因为你不要以为这个波啊 为什么传承一波啊 这个波的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给你开智慧的 因为你拿了这个波你就放下来啊 因为你今天能够去求门 对 你去度化别人的慈悲心 人家给你施舍的时候 人家是不是就是慈悲心了吗 对 你自己在拿着这个波的时候 你是不是在放下 过去你是皇宫贵族 对不对 你是达官显耀 你拿了这个波 你是不是在放下自己啊 对 好了 是的 那这个 这个常见的波啊 它有这个深色 然后还有这种灰黑色 然后也有少部分金黄色 请问在这个颜色上 材质上有什么意义吗 你指的现实当中还在梦中 啊啊 现实当中 这个波的这个 现实当中 现实当中你有什么意义啊 你买个镀晶的碗有什么用啊 你又不会去买个黑色的碗的 这有什么意义了 每个人都买一个好一点的碗 你就是修得好啊 好了 也不一定啊 对 是的 那如果说 我们都说一搏 那白化佛法 白化佛法的笔记相当于波 那一指的是什么呢 因为就是你心中的佛呀 衣服穿在身上 是不是佛在你身上了 是 好了 那就不是指一公福吗 不要去乱套 一公福 实际上只是一种守戒的象征 但是不能作为 这个一公福 你可以把它说小的 它也是一种守戒的象征 你把它说大了 就是佛性啊 我问你一公 一公是什么 一公是在行佛道呀 那是不是佛了 嗯 是 好了 嗯 好的 明白 感谢师傅 请问师傅这个好奇心和休闲 有什么关系 嗯 这个什么样方面需要好奇 什么方面不能好奇 好奇心不能在欲望当中好奇 你比方说很多人小青年学坏了 有这种对男女这种感情啊 我说没喝过酒 为什么他们一喝酒这么开心啊 我来喝一点 嗯 为什么人家能抽烟 我不能抽烟 这种好奇心 那就是负能量的 所以要会辨别呀 你不会辨别 那你就被那种好奇心驱使 让自己变坏了呀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那等于是 对自己境界提高 有益的这个 可以好奇 对修行没有益处的 就不能好奇 对呀 对不对 比方说 还有坏人经常喜欢的东西 你不要去好奇 嗯 你知道这个人是坏人 你就不要去好奇 你比方说师傅 哎 师傅喜欢的东西 我都好奇 那就对了 嗯 师傅不喜欢的东西 我不好奇 哎 这就正能量了呀 对不对呀 嗯 今天老师 对 喜欢上课的东西 老师的东西 你都很喜欢 你好奇心 那你说不定 就成为一个专家了 嗯 老师不喜欢的东西 那你不要去好奇 就这样了 嗯 嗯 好的 那像我们在 人与人相处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事情 我们可能会觉得 可能这些事情 有时候 跟这个修行 没有直接关系 然后我们去 那应该好奇吗 就是 可能是有一些什么消息啊 等等 好奇啊 很简单了 比方说 大家弘法当中 有什么事情 就可以好奇 对不对啊 人员的调度方面 你可以关心一下 因为这是正能量 对不对啊 你说是今天晚上 你们佛当里的人 说我们拜完佛 大家一起去共修好吗 什么叫共修啊 如果你今天碰到一个 喝酒 吹牛的人 说今天晚上 我们出去一次好吗 你们到哪里去啊 他就卡得OK 断掉了 喂 师父你好 你好 师父你好 第九里哈 给你师父的 牛红师父 请安了 谢谢 师父 你好 师父 我是这样的 我是你帮我看过 土同的 就是我一直在念 这个就是 我神上这个药经纸啊 一直在念的 原来你说就许的 念的三百八 现在念到一千五百多章了 我现在老是觉得吧 你不是在身上 还是在家里 老是跑的动力 太厉害了 师父 你救救我 帮我感应感应吧 师父 你身上有灵性 你知道不知道啊 是的 是的 我知道的 我就是说 不是你在跑啊 是那个灵性 在你身上跑 你知道吧 就是那个灵性 跑得太厉害了 对着我对着很厉害 对啊 你想想看 你前世 作为一个男人的时候 你死命的去盯住这个女人 你有业障吗 是的 师父 我错了 师父 我错了 错了 师父 所以现在 在人间也是 你不能盯人家太急的 盯人家太急 你下辈子要还的呀 是的 师父 是的 我现在 我现在 你问问 师父 你帮我感应一下 他还得需要多少 多少 我是怎么样 学的 老师念完了 一波二十一 再念一波二十一 再一波二十一 我告诉你 我问你一句话 你饭没吃饱的话 你说 你能不吃吧 你还得吃吧 是的 现在 你现在再没还完 你老说 什么时候还完呢 就像你肚子一样的 你说你什么时候 在人间 可以哪一天 把几十年的饭 全部吃完呢 你还完了 他就离开了 你没还完 你就慢慢地念下去 没办法的 是的 师父 是的 你帮我感应一下 他还需要多少张 我和我许上多少张 师父 没什么感应的呀 你念到他结束为止 念到他离开为止 就是师父今天告诉你 你给他念一千张 你一千张念完之后 他还不走 我还得跟你说 在家 听得懂吗 有什么感应 你自己二十一张 二十一张一波念 就比方说 举个简单例子 你说你这个水 在烧的时候 你说你感应一下 大概还要烧多少分钟 才会开呀 你开了就开了 水开了这个气就出来了 那就关掉就好了 你现在自己好好地念就好了 不要这么老觉得 哎呀我要念完了 你好好念 好的 好的师父 你感应一下 我念的经文怎么样 师父 经文还可以的 所以他没搞你 他只是在你身上跑呀 没有办法 哦 跑得厉害 跑得特别厉害 罪得特别厉害 罪的 罪的吗 你自己感觉一下 你自己过去怎么样 罪人家的就可以 拖住人家 跟住人家 师父我错了 都会有问题的 所以一个人 任何对别人 做出过分的举动 他都会有报应 师父我错了 不要对人家有过分的举动 师父我错了 像师父忏悔 师父我现在是这样 我许了一波 礼佛大忏悔文 我应该怎么念 你和我说一下 师父 礼佛大忏悔文 一波多少遍呢 就是我每天念七遍 我许了一个三波 一百零八遍 快念完了 念到 念完了两波 一百零八了 第三波念了七十遍了 我念完了 我应该再怎么样许 师父 我觉得你 我觉得你礼佛至少 二十一遍一天 一天念二十一遍 像你这种 在身上 灵性在身上 你就用不着 用不着太担心 好像超过七遍 行不行 因为你是灵性 是特别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 一天念 能够念二十一遍最好 不能念的话 念十三遍 好 好 师父 好 不能 就是念多了 不能激活了 师父吧 不会 因为你身上有灵性的 他不会激活 他因为已经有灵性 才要了 明白吗 哦 师父 你就帮我感应一下 我身上这个灵性 和家里这个灵性 是一个灵性 还是家里房子 还有灵性 师父 你家里房子 还有灵性 在你们家里的 进门的 进门到底的右边 因为我看到你的睡房 有一个睡房 是进门的右边 对 听懂了吗 就在那个睡房里边有 右边 右边的顶上 右边的顶上 那是我儿子屋里面 你儿子屋里面 还放着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画的一些 有一把枪 打枪 你看看 是的 师父 师父 我这个房子要精神 我许了个21 今天念完了 你再帮我感应一下 我用给许多少张 许啊 小房子 小房子 你就21张 21张 一波波念 念掉一波 他的业障会清很多 有的时候你没感觉 但是他实际上 已经在清了 明白吧 是 我师父 我每次念 我这个嘴巴 师父 坚持就是 这个酒 或者我这个嘴 就是念不住了 还能三年了 还能东西念 师父 能不能 你要记住 任何自己的业障 自己受 自己的业障 我自己业障 自己逼 师父 没办法的呀 你没办法的呀 谁叫你 谁叫你用嘴 做很多坏事啊 讲话 讲恶口 骂人 吹牛 哪个不是靠嘴出来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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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错了 很多人 前世 精神 做人很卑鄙 那都是靠这个嘴巴呀 害死自己 你当然你现在念不住了 错了 让师父 忏悔 师父 我错了 我这原来三年了 师父 三年就像老师 这么念经 我一个念到 一千五百多章 你已经很好了 你已经很好了 真的 我那会两个澡都洗不了 我浑身颤抖得不得了 这会很有趣了 师父 很有趣了 感恩你 他是一点点好的 不是一下子好的 师父 我在家天天 都看了你的视频 只要一看了师父 我有劲了 不看了师父 就连念经都没有劲 师父 感恩你 好好地修啊 我每天的视频 录音都得听了 不听了吧 就念不了经 一听了吧 就不害怕了 就害怕得很 师父 我就怕 就是发心 发了内心的害怕 你现在知道了吗 跟你说 要有能量的呀 没有能量 你当然害怕了 明白了吗 对 上次你师父 你给我看头痛 就说我特别的害怕 就一直就是 一直害怕 就老是发慌 心里发毒 会已经好多了 好好念下去 没有其他话讲 好好念下去 好吧 师父 你帮我感应下 我佛台 蛮好吧 我打得香 一直从早晨 打到现在 很好啊 很好 很好 我感觉我这个 山水画上 有龙天护法菩萨 你帮我感应 是不是有 你现在 你现在讲话都有龙天护法 凡是讲正道 凡是讲正理 凡是一个能够讲道理的人 他就有龙天护法 这个人不讲道理 就没有龙天护法 听懂了吗 是的 是的 好的师父 感恩师父 就是我这个嘴巴 和我这个后背 我身上来 就是我身上这个药精子 我也是 就是二十一波一学 其他一波一发 就是这样许下去 师父 对 许下去 到了他满意了 他就走了 你就突然之间 什么病都没了 好了 他就不伤 他不会伤害我 师父吧 当然不会伤害你了 他跟你愿解划清了 他跟你愿解划清了 他伤害你干嘛 愿解没划清 所以他就伤害你呀 明白了吧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师父 就是我儿子 我那个药精子 我也是二十一张一学 一张一波这样发 对 就是这样 就是我 给我自己的药精子 念一波 给房子药精子 这样念一波 老师不定 受的 你自己的二十一张 许之准的 对 就是这样 好 感恩你师父 好了 感恩你师父 好 感恩师父 非常感恩你师父 感恩师父 你加持我 让我嘴巴念经 不要有主意 我真的念 我要是说 嘴巴要是好 能念得快 我这样念得太慢了 师父 简直是念得经 就是 简直就是 不要着急 忘语 你上辈子的忘语 划语人 划过头了 嘴巴划过头了 错了师父 对不起师父 我错了 我错了师父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我自己业到自己 不要师父 感恩师父 这个你现在 身上这个灵性说 让你这辈子 投女人 就是让你尝到 所有女人受的苦 所以你些辈子 你会尝到 所有女人 受到的苦 已经尝到了吧 尝到了师父 尝到了 太痛苦了师父 三年 简直是 不是人过的日子 师父 知道了吧 就是这样 所以不要去忘记 好了 再见了 好的师父 好 我就实际努力念 实际努力就好 就很快就好 我就天天说 我是师父的弟子 我一害怕了师父 我就说 我是师父的弟子 是菩萨妈妈的弟子 我一定要中气 我这样说说 我就有力气了 看看师父 我就有力气了 好 感恩你师父 感恩师父 师父再见 我自己约到自己 别别了师父 别感恩师父 师父再见 你保重身体师父 你太辛苦了师父 感恩你 感恩你师父 谢谢 这位听众 喂 请讲 对不起 等一下师父 请讲 喂你好师父 对不起 请讲 师父 我们今天有几个问题 就是 同修去看一位中医 然后这位医生 医术很高 在看病的过程中 同修了解到 医生跟佛陀 观世音菩萨和道教 都有缘分 在天上有两位 道教方面的菩萨 或是无法存在保佑他 同修就很想 度这位医生 但是医生 目前费挺忘食的 在研究 专研医术 还没有理解佛法 对他本身整体提高 能带来的帮助 而同修想要度 他的原因在于 一是可以度 度到一位 前世有修的 今世的名医 二是可以 二是可以 借此帮助到很多 疑难杂症的病人 请师父开始帮助 同修度到这位医生 感恩 你记住了 这叫执着 缘分自然来 如果这个医生 有缘分的 他自然会度的 自然你度到 点他一下 他就会了 你今天度不到他 说明他缘分还不成熟 你非要去度他 干嘛 男的女的 是不是异性啊 喜欢医生了 去度他了 找什么理由啊 好好地修啊 学博当中任何待遇 私心杂念 全部都是属于有漏的 听不懂啊 听懂了师父 好了 放下了 好 好 然后 然后 同修给孩子念经将 念十年了 孩子终于有点开窍 最近想请观地菩萨 到自己住的地方 目前缘分只显示 在和观地菩萨这里 请问师父 他可以小佛 他只供奉观地菩萨吗 一定要有观世音菩萨 一定要观世音菩萨 因为你是心灵法门 你必须要有观世音菩萨 好的好的 你今天拜了观世音菩萨 你哪怕观地菩萨 不在没供他 观地菩萨都会照顾你 帮助你 因为菩萨跟观世音菩萨 这个法门是在一起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但是你今天如果说 自己的法门的观世音菩萨 你都不拜的话 那你是不是等于偏离了 真正的一个宗旨了吧 心灵法门的宗旨 就是慈悲啊 就是拜观世音菩萨啊 明白了吗 平白感恩 然后第二个 下来还有个问题就是 如何理解肉身是借来的 灵魂也是借来的呢 我问你啊 肉身哪里来的啦 不是你 不是从 从你妈妈肚子里借来的 对不对啊 你否则你哪来的肉啊 那灵魂来的 灵魂是借来的 灵魂 是不是从某一个方位来的啦 一个孩子虽然有肉身 但是没灵魂的啊 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植物人有肉身不啦 你告诉我呀 那么灵魂没有了 所以他不知道是谁呀 什么都不知道了呀 那么从这个道理上来告诉你 灵魂是不是也是借来的啦 是的 肉身是不是也是借来的啦 是 好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 有个师傅家里企业 震惊力比较大的困难 另一位师兄今天早上就梦见 有人给他一大卷手指和一包抽纸 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他们愿力很大 请师傅加持他们的愿力 得以实施 早已渡过难关 有愿力不一定代表他 没有灾节呀 对不对啊 对 你说有愿力的人有没有拆解了 有 啊好了 对不对 你这个有 你说哎呀这个人是个好人 为什么今生还要 还要吃这么多苦 还要受这么多难呢 你是好人 你是今生 你下辈子会变 等很多的福报 那你今生受着事 那是你上辈子这个世界做了很多坏事啊 所以你今生在受报呀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好了 还有 那那请问这位梦境 这个这位师兄的这个梦境是 怎么怎么 请师傅慈悲节目 就是刚刚那个师兄他家里 家里 师兄家里企业震惊力比较大的困难 然后一位师兄梦见有人给他一大卷手指和一包抽纸 请问师傅 这个还不懂啊 叫他赶紧啊 把后续工作擦擦干净啊 哦 不要拖泥带水啊 会有更多的麻烦的 哦 不要再去投资了 这个叫叫把它断后路啊 你都不懂啊 抽纸手指都叫你 把你应该 做的有些事情要擦擦干净了 不要留有后遗症听不懂啊 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然后 嗯 师傅还有一个梦境是 就是今天早上我梦见 呃 我我去了 去了一个宾馆 然后 呃 一个宾 那宾馆是比较破旧的 然后就是 呃 我就在里面 吃粽子 还有就是自己做素面吃 但是他的就是宾馆比较旧 我就想 嗯 宾馆比较旧 就是要叫你现在 把你心中想的很多事情 你要稍微放下一点 哦 你现在 做梦做到 如果比方说 做梦做到你这个 呃 非常豪华 是你 是非常达不到的欲望 就是你自己的欲望太重 如果说比较旧 那么就说明 是有一点点改变 就是说 比比较有一点点改变 比你求的事情 还是有所改变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做到好梦 特别干净豪华 那倒反而不是一件好事情 哦 那感恩感恩师傅 然后师傅还有一次 就是呃 我梦见师傅你 就是师傅 您递给我一只小树苗 然后还跟我说 就是小树 就是你给我的小树苗 是先把那个 下面的那个大的叶子 把它给摘掉了 然后剩下那些 上面的那些嫩叶 嫩芽 然后师傅就跟我说 呃 小树苗也可以长大的 请师傅慈悲开始 就是小小的一个善念 小小的一个善念 一定会引出一大片善果 对不对啊 你举个简单例子 啊 啊这个我前几天刚刚给大家开示的 啊一颗佛陀根众生开示的时候讲 一个小树苗可以长大成 必应很多很多树荫啊 就长得很大很大 啊可以避应大家可以在下面纳粮 那么他的根只有一点点 为什么他会长出这么大的叶子 所以就是说一个人的善良 一点点 但是可以萌发出很大的功德和他的福德 听懂了吗 听懂了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然后对不起 还有个问题就是 一位同修他梦见师傅您跟他握手 然后还在他手中画了个圈圈 请师傅慈悲开示 在他的手掌之间 对啊你要想做一点事情 你用你的实际行动 你在完全在你掌控当中 但是要把它做得圆满 花了个圈圈就是叫他在你掌控当中 把事情做得圆满一点 好的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师傅 师傅 几位同修 师傅我们祝您立观圆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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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孩子 师傅多保重 好 今天就这样 谢谢师傅 师傅再见 感恩 喂 喂你好 你好 请讲 请讲 喂能听见吗 能听见 请讲吧 就是您在白话佛法74集中 讲到了一个词 射寿 就是佛陀射寿 安寅王子 师傅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射寿力这个词吗 射寿吗 想一下你就知道了 你比方说 你被他 被他震射了 对不对啊 威射力 威射力 对不对啊 射寿力就是被他征服了 明白了吗 射寿力就是征服一样的 人家说射寿 就是被他收起来了 征服的意思 那我们是怎么可以 那个 修出这个强大的射寿力呢 我问你啊 师傅有没有射寿力了 有 你为什么跟着我了 好了 那你问师傅 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射寿力呢 第一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第二 要有智慧啊 小丫头啊 你喜欢不喜欢 更有智慧的人在一起啊 喜欢 好了 那师傅有智慧吧 有 否则你跟着我干嘛了 是的 明白 好 那这个射寿力和这个庄严 有没有直接关系呢 就是有庄严的人 拆 当然有关系了 当然有关系了 你庄严的话 是射寿力 能够达成你射寿力的一种呀 你如果 你今天做什么事情都不庄严 你怎么有射寿力呀 比方说一个小流氓 什么事情都乱里乱当的 你说他有射寿力吗 谁跟着他 比方说一个人 随随便便的讲话 你说这种人有射寿力吗 没有 好了 听得懂吗 嗯 嗯 明白 明白 好的 感谢师傅 师傅 接下来有一段 关帝菩萨的开示 已经经过东方台验证 分享给大家 福尔 关帝菩萨有话要说 你且记好 现在末法时期 恶魔当道 众佛子应速速提高境界 多读你师傅的白话佛法 才不会偏差 我见众佛子 还在求人天福报 实在悲哀 不理解佛法的真实含义 网众佛子 好好弘法行正道 莫要走偏差 我关帝会护持你们 你们要真修实修 天时太紧 天灾人祸不断 好好念经 切莫懈怠 那些表里不一的人 看我关帝怎么惩罚 口口声声说念经 这边坐着假好人 你们以为我关帝不知道吗 凡是伤害你师傅者 我关帝不饶 好好天地长气存 呼呼哀哉 呼呼哀哉石剑碑 关帝来把正法户 摩子摩孙速退去 把我关帝这些话 拿去给你师傅验证 告知众佛子 好好修 不要耍花样 分享完了 感恩师傅 就是凡是学佛的人 要诚实 你看关帝菩萨 一生浩然正气 对不对呀 对对对 你想想看 一个浩然正气的人 他就有射受力呀 所以为什么 我们看见关帝菩萨 就磕头啊 他对我们有射受力的呀 自己很正的人 人家就看见他 有射受力 就比方说震慑他 他被他震慑 听得懂吗 对 嗯嗯嗯 好的 感恩师傅 今天刚好也是 那个关帝生诞的日子 然后也感恩 关帝菩萨 给我们慈悲开示 感恩师傅 很好 嗯 那个师傅 这个关帝菩萨 讲这个 讲了一个词假好人 口口声声说念经 这边做的假好人 这个假好人和老好人 是一样的概念吗 不一样 假好人是假的 这个好人做的是假的 心怀鬼胎的 表面上做好人 这是假好人 老好人 他只是修的小秤 用佛法界讲叫秀小秤的 他管自己 他不管别人的 我自己不犯罪 我不犯法 他不做坏事 对不对呀 他做老好人 什么都不得罪别人 这个比假好人 不知道要好多少 明白了吗 嗯 哦 明白了 明白 感恩师傅 那个 现在大家在那个 在网络上分享 就是有一个 在转发一段信息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请师傅验证 就是说 以后我关帝期间 念我关帝圣号 108遍 可破除脖子邪恶 束缚缠绕 降摩服 降腰服抹 请问这个是 关帝菩萨的开示吗 昨天我在秘书处 他们来问我 我已经回答了 他们会回 他们会 他们会回答你们的 好吧 嗯 哦 行 好的 感恩师傅 此为开始 第一个问题问完了 请您大夫 大悲关心 菩萨保育恩师 卢居红台长 法体安康 场景注视 救度更多有缘众生 感恩图法 感恩师傅 师傅再见 好 谢谢 谢谢 喂 你好 你好 师傅 你好 你好 是好 师傅 请讲 师傅 听得到吗 师傅 听得到 听得到 好 啊 师傅 我问几个问题 师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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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我有问高考时孩子穿的衣服 穿什么颜色比较好 师傅 呃 淡一点的颜色比深一点的好 嗯 淡一点的 哦 谢谢师傅 可以开始 嗯 师傅 下一个问题 现在 很多地方推推出了那种水上乐园 学活的孩子可以去玩吗 师傅 我朋友怕是招惹灵性 请师傅 准备开始一下 注意事件 可以去吗 你说 你说要有灵性 你哪里都可以碰到灵性 对对对对对对 浩然争气的人 浩浩腐虎腮虎天地之间 他不怕灵性 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呢 你正就不怕灵性 你这个人邪 就怕邪灵 嗯 听得懂吗 因为你邪了 邪灵就上升 所以有些水上乐园去玩玩 没关系 嗯 没关系 没关系 师傅你讲的是不是新整则项目 是这样吗 对啊 你比方说你晚上在家里 你老想到 哎呀我不要碰到鬼呀 那鬼就来找你的呀 嗯 哦 明白了明白了 好谢谢师傅 此备开始 下一个问题 有佛有万 就是说 情安事的节目提到说 基因突变 染色体突变的问题 因为我的孩子是脑病 有的孩子生下来 就是染色体缺失 这是什么因果呢 还有有的孩子是唐氏 就是染色体多了 从玄学上有什么样的说法吗 请师傅 此备开始一下 师傅 是啊 其实染色体就是你一个基因呀 你比方说你太多了 当然就是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 过多了 那你就变质了呀 过少了 你也变质了 所以为什么要中 中观中道呢 你比方说这个染色体 你从玄学上来讲 为什么不好 你爸爸妈妈的基因不足呀 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 一个男人整天协赢的在外面 他这孩子生出来的质量一定不好的 染色体一定缺失的 所以不会给他一个好的孩子来投胎的呀 对不对呀 对对对对 如果一个母亲整天在外面 搞来搞去乱搞这种男女关系的话 你说这个母亲的染色体会正常吗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 就是这个 就是讲给你们听这个道理 所以你要记住了 还七名子秀 你比方说 你如果一个很好的老婆 你一个太太很规矩的 生出来的孩子一定很规矩的 你一个孩子 对 今天乱七八糟的 跟爸爸妈妈有关系不了 当然有关系了 对不对呀 对对对 对对对 师傅那叫的母一子归呢 也是这个道理 是这样吧 就是这个道理 你想想看 对 你想想看 一个孩子的成长不容易 妈妈花了很多心思的 做母亲的很不容易 对不对呀 所以有的时候 对对对对 父亲的因子不好 母亲的因子好 那么母亲就要多花精力教育孩子 对不对呀 对对对 就只能这样 所以这种这种事情 其实一分析 一分析大家都懂 不分析的话 大家都迷惑 还会颠倒 你想想看 如果一个父亲整天在外面搞女人的 你说说看 他的染色体会好吧 你想想看 对不对呀 对 师傅 师傅你看从科学角度 就是染色 染色体 有的人他不学佛 他不懂 染色体 其因都突变 其实从佛法角度 就是报道后代 是这样理解吗 师傅 就是这样啊 过去一个医生曾经跟我讲过一件事情 他说一个男人在外面太多这种事情了之后 他本身的自己的各方面的基因会被他的细胞源破坏掉 也就是说他变得很淡很淡 所以很多男人他这个经验很稀很稀 所以他根本孩子都生不出来 实际上就是这种报应 所以很多事情不讲不明啊 越讲越明啊 你去看一个孩子规矩去生出来 眉清目秀的 他爸爸一定规矩 他妈妈也规矩 如果一个孩子生出来 病情严肿的 乱七八糟的 爸爸妈妈有关系的 怎么没关系啊 连坟都跟子孙有关系的 何况自己生出来的孩子长相呢 更有关系啊 明白了吗 对对 明白了明白了 就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生的孩子 这个我没讲 你讲了 明白了明白了 师傅 你前几天录音中部说 同修在卫生间开白花佛法的书 被护法神惩罚了吗 请问师傅 在卫生间刷牙 刷牙洗脸的时候 我能不能戴耳机 听师傅的白花佛法或视频录音呢 请师傅 慈悲克斯一下 可以吗 师傅 如果他这么用功 这么努力的话 我会替他求菩萨赦免他的罪念 虽然卫生间不是太干净 但是这孩子这么认真 部法神应该能理解的 对不对啊 但是你坐在马桶上总不大好吧 对不对啊 明白明白 谢谢师傅了 慈悲克斯 师傅下一个问题 你像这种业障特别重 灵性已经业障爆发了 他可以一天念二十一遍礼佛吗 师傅 您特别开始一下这个问题 可以的呀 他念二十一遍礼佛也是可以 实际上就是说 当你自己灵性爆发了 知道灵性在身上 这个时候你可以加了呀 你不要再 我说的是平时正常范围当中 不要超过区别 如果你灵性已经在你身上了 你再不给他 对不对啊 比方说你这个人 比方说你这个人这个肠胃本来吃东西正常的 不要把胃称坏 当你称坏了之后你就不能吃了 这有变化了呀 听得懂吗 对 听得懂那师傅这个二十一遍礼佛是一种忏悔的能量给灵性还是一种还债呢 师傅您开始一下这 又还债又忏悔呀 因为忏悔之后才能还债 你不忏悔哪来还债啊 对对对对 对对 明白了明白了 那谢谢师傅的 所以开始 师傅有个问题 请示您 您师傅开示了一个关于特别重症患者念小房子的玄机 为什么有时候自己念小房子超度不走灵性呢 这就相当于单单念小房子拼命的存功德 但这些功德没有获得批准 就好比你虽然有钱 但是如果没有获得批准 能够做某件事情 就还是不能得到超生疗死 灵性在身上有长期和临时两种 临时的通过念小房子基本能超度懂 但是长期的某种情况需要批完了 比如神经病 抑郁症 脑痰 小儿吃胎 身体残缺不全 这些灵性在身上不肯走 前世做了很大的恶 这辈子一定要受到此报应 人千万不要害人家过头 否则一定会受到一定会有报应 师傅您说的这个批文是什么样的批文 怎样获得批文呢 佛有万 师傅 很简单了 你比方说刚刚你讲的 师傅讲了这么多里面 师傅还漏掉一个 比方说植物人 他也是灵性在身上 对不对 那么怎么样有批文呢 很简单 你比方说你的高僧大德 你的师傅 你的菩萨 你说拜求的菩萨 他菩萨同意你 你就有批文了 那首先你怎么样拥有 你要先跟菩萨讲吧 对不对啊 菩萨我一定要 你能不能帮帮我啊 我怎么怎么怎么 对不对啊 你求了 每天求了 每天求了 你念经了 那菩萨就等于同意你的呀 因为你跟菩萨讲过了 不就同意了吗 举个简单的意思 我跟你打过招呼 和没打过招呼 一样吗 对不对啊 不一样不一样 好了 你跟菩萨今天 今天在求的事情 菩萨不叫同意你啊 好了 师傅你讲到 关注你 菩萨关注你 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 你告诉菩萨了 那菩萨不就等于同意你了 你比方说 就算菩萨 你听不到他的声音 但是你每天跟菩萨讲 只要是正能量的 菩萨不讲话 但是菩萨没有在梦中提醒你 或者没有让你这件事情 造成很多的阻碍 就是同意的呀 你还要怎么样啊 你比方说一个领导 你跟他说领导 我去做啊 领导没讲话 那你还不快去做啊 是是是 明白了 好了 听不懂吧 明白 那其实我知道 师傅您看图腾 其实是 就是一种批文的形式 只是师傅不讲 我不能讲很多事情 很多人 很多事情让我知道了 他就比较顺利的 就很简单 对对对对 你说我不知道 他自己都不敢去做 很多人自己 比方说我们电台里 很多东西 你没跟师傅报备一下 你的东西 有的东西就不能做 你做了你心里慌的呀 这事情师傅不知道的呀 对 偷偷摸摸了呀 对对对 对对 人间的角度 你跟组织打个招呼 组织知道你会有 会关心你 这个不一样 你自己做不一样 哪怕组织上今天不讲话 他不置可否 但是他知道了 他就不会怪你 好了 对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那师傅 有人会问自己的家宅里 没有明显感 没有明显的感觉 有药金者 但是又想为了家宅 更平安吉祥 一切顺利 可以给烧送七张房子的 药金者吗 师傅 可以啊 完全可以 嗯 那他家宅感觉 没有药金者 他烧了这七张小房子 会变成啥呢 师傅 房子的药金者 会变成啥呢 师傅 你开始一下 你举个简单例子 你家宅没有 没有药金者 对不对呀 但是你烧了小房子之后 是不是给你增加光彩啊 举个简单例子 你家里没有 你赚来的钱之后 你家里没有人问你要债 你这个钱不是在家里 给你增加光彩啊 你有钱了呀 那简上天花 是这样 对啦 不一样啊 嗯 那师傅 那再给土地公共七张小房子 他土地公共拿着七张小房子 是去做什么呢 师傅 您开始一下 你以为土地公共要你 这七张小房子的 那不要不要 那是 那是那是你的一种心意 那是你的一种心意 说明你尊重别人 举个例子 你今天你今天送一个人礼物 人家不一定要 但是你送了人家会开心 听不懂啊 对对对 听得懂听得懂 嗯 对对对 就好比给师傅放生 只是你尊重尊士重道的一颗心 嗯 对啊 就是对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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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好 谢谢师傅 此备开设 下一个问题 农村家里有燕子 筑巢 好不好 从玄学角度 有佛有万 做燕子筑巢的话 实际上从玄学角度上来讲呢 应该是 还算好吧 因为燕子也是属于喜鹊当中的一种 弄个乌鸦嘛 人家就不开心了 但是问题呢 你从现实当中 你你老让燕子来 燕子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你家里整天叽叽喳喳的 你这个这个家里就清静了呀 不安静了呀 你动物太多也不好 对对对 动物太多了呀 对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 开始 下一个问题 有佛有留言 可以帮我问问台长 白电风这种皮肤病 要用什么高涂吗 我妈妈说 她听涂疼的时候 台长白来要说这种病 用什么药 药膏涂的时候 那时电话突然中断 能问问师傅吗 师傅你开始一下 上次我跟他 这好像已经有人问了 已经有人问了 这个问题 好像是 好像我讲的是 这个这个这个 傅清松吧 傅清松 好 谢谢师傅的 持续开始 师傅 那个佛子天地游记中 提到过几次 那个拿摩龙肿上钻王佛 你讲讲 这是怎样的一位佛呢 师傅 佛又不懂 拿摩龙肿上钻王佛 它是八十八佛里面的 对啊 龙肿上钻王佛 我问你 龙天护法不大 嗯 知道知道知道 龙肿上鲁兰 都有龙肿上鲁兰 我问你 这个有些龙天护法 它开始的时候 成佛之前 它就是龙 它成佛了 它就是佛 你比方说 未来三世的 这个果位上的鲁兰 就是未来三世的果位的鲁兰 过去就称龙肿上钻王佛 哦 就是这样 明白了 因为它的过去现在 对不对啊 你想想看 龙本身就是一种大护法 大护法 明白明白 所以在经文里面有讲的 叫龙肿上鲁兰 实际上就是龙因为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护法 那么所以就是叫大僧鲁兰 也有的呢叫龙肿上尊王鲁兰 实际上这个龙肿上尊王佛也好 就是一种对佛的过去的一种尊称啊 你明白了吗 尊称 就是这样 哦 龙来就是佛呀 长得王佛 哦 明白明白 那师父 我们讲龙肿龙肿 龙肿其实就是 是护法 是这样理解 就是护法 是谁啊 龙骨啊 骨头的骨啊 龙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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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足们当然大护法了 龙足不是一般的了 龙足是天上 跟着菩萨边上左右的了 你别看啊 你不是 不是人间理解的龙啊 他这个龙在天上就是跟菩萨一模一样的呀 嗯 哦哟 我明白了 明白了 嗯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词别开示 嗯 好 谢谢师父 下一个问题 嗯 师父 您要说龙肿上尊王佛 其实就是文殊菩萨呀 哦 哦 嗯 所以人家也称的 文殊菩萨也有 人家也有人称龙中上尊王佛 就是文殊菩萨呀 哦 他是他不同的化身的名字 是这样理解吗 师父 就是 现身为菩萨 文殊的现身 文殊菩萨现身为菩萨 他为了教化众生 明白了吗 哦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那你就像观世音菩萨 绿度母 也是 对了 对了 他的曾经呀 就是他的曾经呀 为了度化众生啊 有的是过去 有的是未来 他说三世佛里边 我要变成一个 比方说他现在是佛 他说我下一 我要到人间去救度众生 我变成一条龙下去 听懂了吗 哎哟 听懂了 听懂了 他是佛 他可以变成龙下界 都可以 对啊 他变成龙下去救人呀 可以不了 可以可以可以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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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大夫 大夫 那师傅 有的人特别喜欢吃肉 家人能不能给他念姐姐 之后化解他和吃肉之间的渊解呢 师傅这个问题 这个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 怎么 怎么跟葡萄讲呢 就是请观世音菩萨大吃大悲 让我先生某某某开智慧 能够戒掉吃肉的那个不好 然后呢 就是说 变成一个吃素的 一个尊者 因为吃素的人 人家很尊敬的呀 你看过去看见吃素的人 人家都很尊敬的呀 完了吗 哎呀 是 对对对 人家一说这个人吃素 人家就首先想到 哎呀 这个人有信仰 哎呀 是很好的 对呀 对呀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 您是修的是大乘佛法 大乘佛法 白话佛法讲 大乘佛法是菩萨的心智心度 这个心智心度怎么理解呢 师傅您开始一下 有佛有问 心智心度就是心的智慧啊 从内心产生的智慧啊 对不对 从内心产生的智慧 你说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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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佛法为了救度众生 你说救度众生的人 是不是把自己也一起救度了啦 嗯 你比方说 你比方说你今天把 你今天一条船要沉了 你是把这条船救活了 还是你自己弄个救生艇 把自己救活了 你如果把自己救生艇 你把自己救活了 不一定救得活 为什么你救生艇 帮要去浪来了 太急的把你小救生艇打翻了 你说不定你自己也没了 那你还不如把这个大船救好了 你把这个大船救好了之后 大家都能活了 你你在里边没了 对对对对 好了 就这么简单的 你爸妈 嗯 是是是是 是 对对对对 师父 其实我觉得你就是 我就是大乘案 你看有一个活友 我就他跟我分享 就是说 他母亲没有学佛 但是他想为他母亲求 你知道师父 您对他这个要求 就是那种大乘的要求 师父 他梦到师父的法身这样说 是这样的 你要看呀 你要是学 你要学法师 还是学个人 如果你说学法师的话 你说说看 法师还能再为家人求吗 法师为的是天下的众生 如果还是为了家人求 还是有小我在里面 明白了吗 哎 师父 您说的这句话 真是一种境界的问题 对啊 你今天出家 就是为了众生出家的 你不是为了自己啊 你如果今天还为自己出家 你算什么 你算什么法师啊 对不对啊 你为了救助众生的呀 明白了吗 哎 明白了 明白了 嗯 谢谢师父的思维开示 嗯 哎 师父 您讲的话 真的是一种境界 还有 还有 还有朋友说 我再讲一个 是分享一个 有的朋友不是为他母亲求吗 嗯 师父就 师父就很着急啊 他就对师父说 那为母亲求 也是孝敬父母啊 你知道吧 师父 您的法身对他怎么说 您要是天下的父母 为你的父母啊 真是一种境界啊 是啊 你说一个自己的父母亲 和天下的父母亲 人家不是父母啊 人家母亲不痛苦的 对对对对 就你家母亲痛苦啊 对对对 你这个医生 你的法身就是这样 对啊 你想想看 你的医生 你在院里工作 你到底是救 全世界所有的母亲 还是救你一个人 妈妈来的时候 你给他特别当心 特别照顾啊 人家母亲 来看病的话 你医生 不应该对人家照顾的啊 哎 对对对对 师父您这种 要求这种境界 真的是 哎呀 哎呀 那个师兄 你一点那个师兄 说哑口无言 要是天下的父母 为你的父母啊 真是这样 没有境界 哎呀 我说妈妈 我也孝顺了 你没有境界 你就这点境界 你今天教顺的 就是你妈 你那孝顺全世界的母亲不了 对对对对 师父 说得太对了 哎呀 哎呀 师父这种境界 真的是 哎呀 没有办法 修到这种境界呢 师父 这些是做菩萨呀 跟师父继续 一步一步一步 修上去 你就到这种境界了 嗯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出为开设 师父 如果一个女的 是天上下来的 我再举个 我再举个简单例子 你比方说 你 你比方说 你今天 对不对啊 你说你自己的妈妈 那你一个人 有两个妈妈 一个是丈母娘 一个是自己的母亲 哎 哎 你 你笑是自己的母亲 不笑是丈母娘啊 都是你妈妈吧 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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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是是是 你师父 你一说 哎呦 是是是 确实 嗯 你说 你说 下一位 有一个女的 是天上下来的 那么她在人间 跟普通的男人结婚 会不会导致 这个男人 折服折受倒霉 那时候 这个问题 你看看哪个男人 跟那种天上的女人 结婚不倒霉的 你看看很多明星 都是天上的仙女 你看看 他们哪个婚姻长的 你说婚姻 短的那种男的 被他 被离婚了之后 你说男人痛苦不痛苦 然后还要承受他 一会儿跟这个 一会儿跟那个 你说这种男人 什么感觉 你告诉我呀 嗯 是啊 那师父 天上的仙女来到人间 是是是 是有使命吗 师父 天上的仙女来到人间 有的是 有的是来游戏人间的 哦 有的是来 有的是来 报冤 报仇 报恩 全部都有 所以他来了 他长得漂亮 他有 他有福分 他有一些地位 你很多男的们就开始 啊 对他好了 好到后来嘛 你自己 最后跟他 跑不长的呀 因为跟天女 你会 折福折寿的呀 是这样的呀 因为 你享受不到 天上的那种 福气的呀 你是人呐 你没有天上的那种福呀 明白了吗 哦 那师父 有没有夫妻俩都是天上下来的 这样 他俩结合就可以了吧 师父 如果都是天上下来 不是有冤要到人间打 就是有恩要到人间来报 一般的很少 你两个人都是天上下来 你下来干嘛 你在上面不是蛮好的吗 就是欠了人间的情债 他才下来的 他一定要有一个在下面 他才会下来还债 如果两个都在天上 那就不要下来了 对对对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哎呀 人说 师父 人说都是 都说天上好啊 真是这样 师父 对呀 天上当然好 再分享一个师父 您说天上好 有一个佛友说 对师父说 师父 你能带我到天上 去看一看吗 师父 您的法师对他怎么说吗 他说不要执着梦到去天上 等你走的那一刻能去天上 那才是真正的修得好 一时的梦境 只是说你当时修得好 并不代表你以后 走的时候就能上去 明白了吗 要努力精进 好好念经消业 不思过去和未来 过好当下 对不对呀 哎呀 师父 对呀 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啊 你想想看了 就是境界 你来不及要去干嘛 对不对啊 你要是现在去 也就是个魂去啊 你肉身还在人间呀 对不对啊 你要是真的走的话 你整个魂上去了 肉身没有 你就下不来了呀 明白了吗 对对对对 明白了明白了 那师父这个放生是功德 有人问放生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情况的放生 会把功德转化为福报呢 师父您开始一下这个问题 什么样的放生 会把功德转为福报 功德 对 你比方说 你今天去放生了 你本来是一个功德 但是呢 你求自己求的太多了 对不对啊 然后呢 你自己呢 在这个当中呢 还要算 斤斤斤斤斤计较 那么你放生这个事情是好的 但是得到的果报 就是福报了呀 福报 哦 明白了 那师父 我问 如果给师父放生 发一颗尊师重道的心 它就是功德 是这样理解吗 师父 那当然了 心最重要呀 做一件事情 同样一件事情 有心和没心 那不是一个概念的呀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对对对对 明白了 明白了 那师父 那个耳垂变大 是功德转化成福报 还是 怎么理解呢 师父 这个耳垂变大 没有没有 耳垂变大 是你本身又有功德 又有福报 它只是一种显化 并不代表你耳垂大了 就能够 就好像消掉你的功德 不是这个概念的 耳垂大是告诉你 你现在有福 你现在有福气了 你这个人修得好了 就这样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师父 我再问 有的人梦到甲鱼是严寿 他严寿的同时 师父是增了福气 因为你没有福气 你根本严不了书啊 是这样理解吗 师父 严寿的福气是有的 如果这个人单单有寿 他也不一定有福的呀 你看很多人死没死不掉 天天掉在那里 他有寿啊 他也是活寿啊 听得懂吗 你如果是征寿 这个寿生出来的 那是因为你做功德征出来 所以你这个是真正的享受啊 明白了吗 哦 哦 明白了 对 那师父 我们学佛人通过念经学院 放生梦到甲鱼 又不是严寿了吗 这就是真正的那种有福气的寿 是这样理解吗 师父 对 这个理解是正确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那师父 在有期图腾节目里 有位同修的业障是50%多 莲花还在 业障比例是50%多 莲花还在天上 有的人20 30多 莲花已经掉下来了 为什么业障重的 业障还在天上呢 师父 这个问题 莲花它是根据你的前世 还有你今世来算的 那么很多人呢 前世修得很好 他在天上 比方说他是成愿再来 他是佛 菩萨 那么他到了人间之后呢 他菩萨变味了 他没有好好修 天天在享受着福报 所以他享受这个福报的过程当中 他照念 那么所以他的业障比例就50% 30% 40% 但是呢 他前世他是菩萨来的 所以他这个福报还没有完全消尽 所以他的莲花在天上还在 等到他人间的50%延续一段时间之后 他天上的莲花就没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那师傅 如果你说在这个莲花 修上去的时候 就是您种的那朵莲花 是和他 和他本人 就是在他本人下面了 还是怎么样呢 师傅 就是说你拜师 种的那朵莲花 举个简单例子 人有莲花 不一定每个人下来都有的呀 因为要把你佛性找到 你才有莲花 你如果佛性没找到 你可能一辈子就没莲花 等到你真的走的时候 你如果真的上天了 你会找到你那朵莲花 那么拜师的莲花 就等于师傅把你们 原来在天上这朵莲花 已经提早找到 找到之后让你们对好 然后你在人间所有做的事情 就等于你找到组织了 那么组织上帮你 记上很多的好事情 本来的你做好事呢 组织上不知道 等到你找到组织了 你每做一件好事 就天上就把你开始 记功德了呀 听懂了吗 听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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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明白了 那师傅 人在往生的时候 如果去西陵净土 您说是不是 观世音菩萨 带着龙天护法来接你去 直接接你去了 是这样吗 师傅 您能看得到 您说一说 是啊 就是菩萨呀 观世音菩萨 或者龙天护法都可以把你带走的呀 因为现在上心灵净土的人不多呀 我看里边人不是很多 里边就是四五十个吧 大概 哦四五十个 那师傅 他们在心灵净土 也是听大菩萨讲法吗 在心灵净土 对呀 对呀 他们随便跑的呀 他们只是住在心灵净土 但是他们可以 大菩萨一讲 他们就去了呀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在心灵净土的菩萨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师傅 你们不在澳大利亚 师傅一开法会 你们怎么不都来了吗 对对对 明白了 那师傅 在心灵净土的菩萨 能够下界随着观世音菩萨 救人吗 师傅 这个问题 下界能随着观世音菩萨 你要看的呀 你要是有愿力 你就可以下来 下来 你要再上去的话 万一上不去怎么办了 冒风险的呀 你要想修成佛 你就会冒这个风险 但是很多人冒了风险 就上不来了 你根基不好 我劝你好好在上面先修 修好了差不多了 再下去 我这一下去就找不到 找不到门了 我师傅 还有一个意思 这我不对不起师傅 我说的有其一 就是说他随着观世音菩萨下来 再上去 就是那种 就是救人 利用他那个法身去 就是说就来救人 他是这样 接着回去 这样可以吗 师傅 可以的 可以的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 此一开始 师傅 喜欢给人白眼 这种是不是在眼功德方面有路 看人不注意就瞟人一眼 师傅 您开始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不好的呀 这种 这种人们 招人恨的呀 所以很多 很多人就是因为 经常喜欢给人家冷眼看 这叫不单单是白眼 还加个冷眼 冷眼 对对对 眼睛很冷的 有的女孩子 男孩子 眼睛很冷的 人家会讨厌的呀 对不对呀 你看见人家眼睛 就是有一种能量 就是哎呀 很开心的意思 有些人就给人家冷眼 人家看见你讨厌的 骄傲 觉得你太骄傲了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 斯密开着 师傅到点了吗 差不多了 好 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修行有漏 会导致莲花掉下来吗 漏掉到 漏会多少 漏多少会影响莲花 师傅 可以开始一下 它有个比例的 你比方说 师傅开始 你比方说 你今天在人间漏 你慢慢的漏 慢慢的漏 那么时间比较长的莲花 才掉下来 如果你今天做件恶事 很快的莲花直接就掉下来了 它这个是有两种小恶事累积 大恶事现报 明白了吗 对 那师傅 你说有比例 那漏到多少的时候就变化就开始掉了 你说的这个比例 一般的是漏掉50以下就开始准备掉吧 枯萎 先是枯萎 二十三十的时候它就掉掉了 没有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傅 慈悲开始 师傅您开始开始吃素吧 现在你看末法时期天灾人火真很多 真的要好好地吃素了 您最后再开始开始吧 吃素的话对自己身体非常好 吃素的人拥有慈悲心呀 吃素的人容易接人气呀 对不对呀 你看看看 你看看他吃荤的人 你看身上里面都是那种 这个动物的那种肉啊 他的那个 他的大脑皮层和他的这个皮下脂肪 生长的都是动物的元素呀 所以他动不动就像动物一样 他就会发飙啊 闹啊 还跟你搞啊 然后有时候突然之间一下子的 你看狗在边上不讲话 突然之间一冲上来就咬你了 那么人现在就是呢 刚刚跟你讲话讲得蛮好 你牛奶吃了太多 你当然就牛脾气了 过去一个人奶妈跟着奶妈吃奶的 后来到了最后完全跟奶妈一样的性格 连脸都长得跟奶妈很像的 那当然受影响的 如果你的孩子从小 就喝牛奶长大的话 怎么不像牛脾气啊 过去在农村里面很多人 整天从小就喝着牛奶 而且养着牛 跟地 一天到晚跟牛在一起 你看看他最后的脸都长得有点像的 对对对 吃烟的人他身上都有烟味的 简单就是说 金猪者赤金木者黑啊 就这个道理啊 所以你要记住了 你吃昏的人 吃昏的人慢慢的性格都像昏的 你看看看 素食店里面没有吵架的 因为大家吃素的都比较客气 比较有修养 对 你看那个昏食店里面 尤其是杀掉杀掉 来来杀掉杀掉 这个来 活烧活烧 来跟他活烧活烧 你说他过一会儿 他就跟你吵架了啊 对对对 打起来了 就是有时候 就这样了 这个味道都不对了 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 谢谢师父的 自备开示 看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 恩师卢君红台长 闭关顺利 红法顺利 在人间救助更多的有缘助生 感恩师父 他们的业障 他们自己背 谢谢 再见 好 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师父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好 下次节目再见